字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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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介绍了如何设置 ESP8266 AJUBOY 硬件 今天我们会谈谈软件的部分 软件主要是 Github ESP8266 AJUBOY 2 可以下载Github 做一个ESPFIL 字幕组织 母带 字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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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原本Ajul Boy 转到 ESP8266 转到 ESP8266 只要大家用这些游戏打开 然后上升到 Ajul Boy Game Console 就可以用 现在回到 Github 里 Github 里有很多信息 大家可以看看 包括用 ESP8266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不好处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加两个Library 在Arduino IDE 才能用到 那两个Library 由一路滑下去就会看到 中间会经过一些图 如何组织 Blackboard 第四货已经讲过了 这个Wiring Diagram 都可以用一块线路板 去自己做一块比较好的游戏机 如果你懂得游戏机 就可以用冻冻板去拌 或者做一个印刷线路板 如果你想再缩小一点 这里有一个微型的版本 用一个ESP12E 这个版本比较复杂 你还要用一个Programmer 另一个线路板去Program 如果你是初学者 我就建议你不要尝试这个 因为热鸡要用得很熟 才会无事 这就是对应CPU 接下来哪个按钮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下载这两个Library 去控制OLED Display 分别按钮 它也是指在Github 用不同方法去Clone &下载 这就是OLED的主板 SSD1306 就是OLED 然后我们按Clone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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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下载 下载 另一个 叫I2C Library Blizzle 功能 用I2C 去控制OLED 更快 也就是 你选择clone &下载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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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到Arduino IDE we will asketch 里 你说 tijd 回到载 接下来回下注标的Folder 再重复一次,回到Sketch,Include Library,Add Zip Library, 然后回到Download Folder,选择第二个Driver,OLED的Driver, 亦都加进去,好,准备就绪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Download Game, 找回我们的Game,Game在哪呢? 就是在Arduino Directory,Libraries, 然后在ESB8266,Arduino Boy 2 Master的Folder, 里面的Example, 里面就会看到它, 我们首先试试,我们的Space in Radar, 叫PicoRadar, 我们开了一个.ino file, 好,开了之后, 我们就把我们的Game Console, 右手边下面的, 就是我做的Game Console, 如果你是用面包版做,都一样的, 我们只要把那个USB线, 刮到我们的Game Console的, ESB8266那块版的USB头那里, 你见到之前的Game 已经开始运行, 但我们又不要紧, 然后我们拌一个新Game, 我们就会拌回我们的Space invader, 好,我们只要, 好,像平时拌达Arduino IDE那样, 就可以按一个箭咀, 它就可以上升了, 好,我们现在按一下它, 你见到它在Compile, 按完后, 它变成了红色字, 代表它在上升了, 好,现在变成了红色字, 在下升了, 下升了, 然后, 手机就开始重新, 去玩我们的Pico Radar, Space invader Game, 好, 现在在下升了, 下升了, 下降了, 下降了, 中文字幕提供, 一个3分钟 儿子 另一个玩法是安装10K的那边电阻 用来做拨轮,用来左右轮轮炮台 也写了一个程式,改了一个程式去支援这个 用电阻去改变炮台的位置 就是这个程式 叫做Pickle Wader Petal 然后又是上升上去 一上升完后,它就会解决 我们就可以开始玩了 它开始解决 好,你见到它有一个画面 B就是用Pickle A就是用上下左右的按钮 我们选择B按钮去开机 然后画面就在下面,手指甲正在插 可以看到它很暢顺,可以控制炮台射击 好,接下来我们试下拨订另一个叫E-Wade的射击游戏 又是按那个箭嘴 好,接下来就会可以上升 这个E-Wade游戏也挺好玩的 好,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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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个GAM原本是写给另外一个CPU 叫ATMega32U4 这个CPU的速度又比ESP8266万多倍 所以我们就要调整它的音响 让它就回速度 我现在原本是除3 我给大家看看如果改了就除1或者除2 看看它的音响是怎样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调整它的音响 小细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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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 来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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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其他游戏的程式码下载 下载下载 就可以变成ESP8266 今天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你可以按个like 或者传给其他朋友 去subscrib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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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